我们今天来聊聊Look Studio这个工具 Look Studio是谷歌旗下的一个制作数据看板的工具 以前Look Studio也叫做Data Studio 市面上类似的工具还有微软的Power BI 还有Tabro 这三个都是我们使用最多的一个制作数据看板的工具 我们今天主要来介绍Look Studio这个工具 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会包含Look Studio的基本功能的介绍 以及一些常见的术语 还有一些我们经常用到的功能跟模块 以及最后会分享一些我们怎么去制定义一些字段等等 好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谷歌官方的文档 这是一个快速上手的指南 那我们先看一下前面这部分呢是介绍了我们怎么去创建一个报告 待会的话会实操给大家看 我们先看第二部分 怎么会用到的一些常见的术语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想说的是这两个术语 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 什么意思 第一个是Connect跟DataSource Connect Connect指的就是连接器 就是数据接口 指的就是把数据源跟报告连接起来的那个接口 叫做数据接口 第二个是DataSource DataSource就是数据源 比如说我们从谷歌广告账户到数据过来 那谷歌广告账户就属于数据源 我们看第二个Field Field的叫字段 那字段它会有两个 一个是Dimensions跟Matrix Dimension指的是维度 Matrix指的是指标 Dimension维度 维度指的是我们去分析这个数据 它的一个维度 比如说我从时间维度去分析这个数据 那就会可以从年月 这样子比如说这个月数据怎么样呢 那这个月它的数据它的表现 那我们就要从指标来看 就是我们说的Matrix 比如说这个月它的一个访问数有多少 用户数有多少 转化有多少等等 这些就叫做Matrix 那Field它会分为Dimensions跟Matrix 这个的话是我们在制作报告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 也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 我们需要清楚的 那这两个的话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接触到非常多的一些新的术语 那这些的话我们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去学习这些 我们首先今天来学的就是这两个术语 那我们回到前面这一部分 怎么去创建一个报告 那我会直接进入后台 给大家是抄一下怎么去创建一个报告 好 那我现在回到Look Studio的后台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界面就是Look Studio的后台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网址来访问 或者是在谷歌直接搜索Look Studio这个关键词 我们就可以进来这个界面 好 我们进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功能 那最左侧这里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创建新的报告 是或者说数据源都是可以在这里创建的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跟随分享啊 就是我们的一些归属文档的归属 还有这个就是模板 它这里会有一些模板提供给我们 如果我们能用上的话也是可以的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就开始新建一个空白的文档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那我创建的话可以在这里或者是这里都可以 那我选择这里有一个空白的文档 好 我点击这里之后呢 我们就稍等 它就会跳到这里叫我们连接数据 那就是刚刚说到的一个connector connector就是数据它的一个连接器 就是数据接口 那我们看到第一个都是google connectors 我们这里有23个官方它的一个接口 那这些的话大部分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那往下滑的话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有个punner connectors 这里会有834个目前来看 那这个的话它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功能呢也是比较丰富的 那这些大部分它都需要付费来使用的 那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谷歌官方它的话 它可能比较偏向于谷歌内部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谷歌分析 以及广告账户啊等等的一些应用 那它的connector它的使用范围更广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facebook广告啊 它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的接口来接入的 那我们在制作一个数据看板的时候 是希望可以尽可能的把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接进来 会做一个总体的分析 那我们如果没有购买这一些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去操作呢 其实也可以 但是使用起来可能没有那么方便 特别是当我们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 那比如说如果我的facebook广告 不能通过免费的接口接的话 那我可以通过比如说把数据下载到谷歌表格这里 然后再通过这个接口来接入我们的一个数据看板 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解决方法 当然我们在实际的操作中 就会有自己分析自己的一个业务需求 我们再做一个选择 那我们今天示范的话就 以谷歌分析来啊 为例子操作一下 那比如说要接入谷歌分析的数据 那我们就会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的话 我们就会要选择我们的一个账号 选择完之后呢 我们就点这个add 我们稍等片刻呢 它就会跳出这个 就把它添加到报告 我们看一下 它就数据 它其实已经进来了 对 这就是我们把这个数据 其实已经接进来了 我们刚刚有说到两个概念嘛 一个是dimensions 一个是metrics 在这里都可以看到dimension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event name 就是我们世界名称 这是一个dimension 这个dimension下面的一个指标呢 是views 有没有看到 比如说pageview 它有多少个view 好 那我们改一下 我们因为我这个数据不是很多 我这里就 给大家吃饭一下吧 换这里可以 我们点击这里的话 它是可以跟 更换数据源的 那这一些的话是啊 谷歌它的 我们看到前面有个sample 那这些是谷歌 它的一个 呃 案例 数据源来的 那他 他不是我们自己的 我这里的话 可以从这里给大家示范一下 更换一下 稍等 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广告系列 它的一个数据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可以换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广告系列 那我们就看到广告系列下面 比如说这个广告 花了多少钱 这个广告花了多少钱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它的一个dimension跟 metric 那呃 dimension的话 它也是可以添加多个的 比如说我还想看广告组 那我也可以加进来 对 那就对应的就是这个广告系列 下面的这个广告组 它的一个花费是怎么样的 对 然后我们在这里metric的话 也是可以添加多个的 比如说花费 啊 点击 展示 还有转化 都是可以的 我们看到 我们就要理解了 这两个 一个是dimension 一个是metric 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数据 我们分析的话 也是要经常用到这两个的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这两个 它的一个区别 就我们要怎么去使用它 对 然后这就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啊报告的样子 这个其实就算是一个完整的报告了 那我们日常实际的使用过程中的话 报告肯定不是一个表格的嘛 那它使用起来会比较多 那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啊 画板 画布它就是这么大 那我们怎么去更改它呢 先说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右键鼠标 出来之后我们选择第二个thing and leg out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是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一个主题 比如说我点这个那它就会变 然后我点这个它也会变这样子的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主题 刚刚说到怎么更改画布的大小呢 就是leg out这里 leg out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更改它的一个啊 比如说canvas size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更改它的一个画布大小 比如说我改成长度是2900 那这里改完之后呢 它就会变了 我们就看到 对这就是我们啊可以在这里更改它的一个画布大小 来自作不同的一个报告表格 这样子 那比如说我要更改这个 或者说我要啊复制一个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复制我就直接可以啊 Ctrl C Ctrl V这样子 它就复制一个新的表格了 那比如说我想一个数据 然后我有不同的一个成像方式的话 那我就可以先复制 然后我再看自己需要哪一些数据啊 再做在这里可以更换它的一个图表的 对这我们可以看到 它可以这样去操作 我示范一下 这样 比如说我要更换它的一个图表 那我就可以点击这里 比如说更改这个 那这里的话就是把它就转换成一个柄状图 这样子去啊制作不同的一个图表 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在这里 点击这个add a chart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添加 其实就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要添加多个数据员呢 怎么添加呢 是在这里add a data 那点击这里它就会跳到我们刚刚 连接数据员它的一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接入我们需要的数据员 或者我们点击啊右侧这里add data 它也是可以的 一样的 好 那我们怎么去啊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需求需要啊 自定义一些啊 field就是我们制定一些字段怎么去自定义呢 我们看到就是这里啊 右侧这里我们看到他这里有有一个add a field 这里点击这里之后呢 他就这里跳来这里的话 我们需要去对他做一个自定义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制定一个rose 那rose它等于什么呢 然后我们看到啊 他这里其实它的一个字段是我们的一个啊 叫做total revenue 然后我们就把它添加在这里 他再除以啊 除以我们的一个花费嘛 就是cost 然后我们继续在这里啊搜索 说cost 对 我们就看到这个如果没有错的话 他这里就会一个绿色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呃 字段 对我们就然后就点击这个save 再点击这个down呢 他就会啊进来了 就会创建好了 比如我们搜搜索一下rose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一个 自定义的一个字段 对我们可以这样去啊 自定义它 这里的话我们就会用到一些啊 函数嘛 一些公式 这里的话啊 我们看一下这里 有一个function list 就是我们在使用look studio会用到的一些函数 那这里的话谷歌他的一个官方文版也有列出 那我们也会放到视频的下方给大家 大家可以在这里查要用到的一些啊 函数 比如说第一个是保求平均数 第二个是计数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会用到的一下 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来这里搜索 或者直接在谷歌上面搜索 都是可以的 对 然后这这个的话 这是我们会用到的一个字段 对 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关于啊 look studio的一个基本的一些功能 以及我们刚刚说到可以做一些自定义的啊 的字段这样子 我们可以啊 根据自己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再去寻找答案 因为look studio 它其实它的功能会非常多 我们遇到问题可能也比较多 有问题的话可以啊 给我视频的留言 我看大家有没有一些比较集中问题 我可以再针对这些问题 再做一个视频来讲解这样子 对 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谷歌上面搜索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啊介绍look studio的一个功能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的视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